外资连日获利了结 让台股呈现震荡行情 指数冲高的同时 风险随之而来 金融延续院公布2021年2月份 台湾金融风险指数 整体分数98.9分 与1月持平 但尚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尤其观察细项指标 房地产市场风险 虽然逐步缓和 但股票市场波动风险 却是持续攀升 指数更上升到100以上 常在利率有慢慢的攀升 各位注意到 今日来 美国的10年级公债利率 也明显的走升 台湾的长期公债也是慢慢在走升 我们知道说 长期的低利率下 当利率开始走升 都幅度过于高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资本市场一些动荡 美国大规模纾困之初 引发通膨预期 美国10年级公债值利率走升 对股市债市造成影响 需要持续观察 报告也列出国内银行业未来三个月 经营风险情势问卷调查 除了股市风险 包括房价上扬 国际汇率波动 还有预防比不动产放款等 使经营风险升高项目 我们之所以有比较稳健的资本市场 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多产业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错 但是我们也不期望说这个过度的来膨胀 这样子势必在未来会有所修正 假设呢 油价过于攀升 甚至引发呢 既有宽松货币政策 这些潜仓的这个能量的话 那可能对物价会有造成蛮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呢 宽松货币政策 势必要告一段落 近期财经多个部会联手抑制炒房歪风 国内住宅价格租金比连续五个月下滑 房地产风险较为缓和 而至于房地合一税 囤房税 严拟修法 专家持肯定态度 避免不动产价格过度膨胀 新台记事胡宗涵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